這就是今天的主角 小小的閃燈 給GR用 很方便 OK 今天要開箱的是這一個 F1 相機外置 閃光燈 這是算一個一個 小小的 又蠻簡潔的 所謂的 單擠 閃光燈 我們來開箱一下 先打開來 我們來看一下 裡面就簡單說明說 還有一個箱子 盒子 打開來 OK 這個就是本人 本人長這樣 做的蠻簡單的 打開來 打開來 這裡面還有什麼呢 充電一下而已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這個小閃燈 的本體 這邊的話 是連接相機 這邊還有一些規格 看清楚一點 好 那 這個的話 它最旁邊 這個 挖出來一個 所謂的Type-C Type-C充電 充電孔 直接插充電 然後 上去 那這邊是開機 開機 開機 它可能是 這個要先浴衝 對不對 那它開始 欸 有 就是 它有 四個等級的亮度 一 二 三 四 然後四是最亮 最後跳回來 那其實這邊有一個小開關 這個小開關的話 可以做 不再連接相機的 中央底下 單級測試 看一下 好 有沒有 你的 GR3 基本上 就是從 這個 三 三 那個 裝上去 基本上相機是不用做任何的設定 好 開機 OK 那個 公仔 OK 那這個時候 因為有打閃燈 然後背景又擺 所以基本上 就看個人的技巧啦 所以我可以把它 故意說我調 EVis ID 然後透過 這個景拍 好 室內人像拍攝 在不打閃燈 人像 輻射自然呈現 加上閃燈 人的輻射 會變得白色 夜間射影 在燈光不足底下 明顯主體暗淡 有閃燈 改善了主體暗淡的確定 如果燈光不足底下 有閃燈 跟沒閃燈 其實看不太差異 有閃燈 環境的部分就補到亮度 那這張明顯環境就比較暗一點 那這這邊有閃燈 這次有閃燈的時候 主體比較明顯 在沒有補光燈的時候 類似這樣操作 以前一個方式來構圖 有閃燈可以補光 前後主體都可以帶到 所以車跟人物就不要黑黑的樣子啦 好吧 這次簡單的分享 分享給各位